在你的心中什么才是综合格斗 是随时发生的意外 还是血腥残暴的摧毁 再或者是野蛮拼拳的生死局 这些继分高下也决生死的瞬间 是格斗比赛中始终无法避免的一幕 但很多人却忽略了 在格斗比赛中那些感化人心的温暖瞬间 重拳击倒后拒绝补刀 原本可以让对手死个透彻 但他抬起了拳头 却永远的定格在了空中 打败对手之后 他没有着急满场庆祝 而是回头观察对手的伤势 并祈求裁判尽快的救救对手 再的渐渐苏醒 不 也有赛场下了心心相惜 这才是竞技体育的精髓所在 也是舞者身上极其宝贵的伍德 今天的这期影片大事也将不再暴力 而是会带你们回到擂台 去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温暖一幕 它是UFC首届重量级冠军 也是派了大奖赛的冠军 更是历史上首位 入选UFC名人堂的选手 擂台上的他 是平实力说话的垂击之父 擂台下了他 是女儿心中的完美英雄 2006年10月的一天 42岁老将科尔曼 再度挑战61最强男 菲多·艾米联科 其实早在两年之前 双方就有过一次交手 当时战无不胜了菲多 仅仅用了一个回合 就成功抓到了手臂把位 迫使科尔曼只能拍地认输 两年时间一转而过 双方在Prile的一台再次相遇 但已经48岁的老将 在巅峰时期的菲多面前 任何的技巧都显了苍白无力 菲多狂风乱炸的俄式大摆拳 多次将科尔曼击倒在地 科尔曼从一开始 就无力抵挡菲多的进攻 只能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抱腿摔跤之上 但桑伯出身的菲多 又怎会轻易的被他放倒 一旦科尔曼想要抱腿 菲多就会在防摔的同时 给与科尔曼雷霆般的杂拳 一个回合还没有结束 科尔曼就已经被打烂了湄公 眼睛和面部 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肿胀 到了第二回合 科尔曼终于是成功抱摔 但倒地后的菲多是不慌不忙 一边在下位进行着反击 一边寻找着破敌之法 当科尔曼再次砸拳时 却被菲多快速的控制着手臂 随后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翻身 就完成了一套十字顾的部署 和一番战时一毛一样 科尔曼只能再次的拍地认输 比赛虽然精彩 但当晚的重头戏却是赛后 在科尔曼参加比赛的时候 赛世方把他的女儿带到现场 并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看着父亲被一拳又一拳地暴揍 看着父亲被打了面目全非 对于两个八岁的孩子来说 这又是何等的残忍 当比赛结束之后 看热闹不怕事大的赛世方 还把两个小棉袄送上了擂台 以便近距离地观看父亲的伤势 可孩子终归是孩子 又小了心灵又怎会受得了这些 不禁在擂台抱着父亲放声大哭 一时间这位父亲陷入了尴尬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让两个孩子心里好受一些 只能向孩子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着 爸爸没事 这是爸爸的工作 再过几天爸爸就会好起来 很显然 这些解释 在天真的孩子面前 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最终 这位男上加男的老父亲 只能抱起两个女儿 快步地走到了飞多的面前 向女儿介绍起这位飞多叔叔 同样身为人妇的飞多 也在孩子面前温柔地微笑 这才让孩子的心里放下了戒备 科尔曼放下女儿在飞多拉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 随后在女儿的面前 象征性地在飞多拉脸上打了两拳 就这样两名父亲在孩子面前的完美配合 让天真无邪的孩子认为 这只是成人间的一次玩闹 赛后的这一幕 精彩程度远远超过了比赛 也成为了综合格斗历史上 最经典的温暖画面 这晚人们不仅看到了残酷的比赛 也体会到了真正的体育精神 这件事过去两年之后 两个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 当父亲在提起那场比赛时 女儿也逐渐地开始理解起父亲 尊重对手就是尊重自己 真正有武德的舞者 并不会把胜利当作一切 就像下面这位拳手 他叫丹尼米辛 虽然他是小级别的选手 但因其出色的爆发力 被全蜜称之为迷你浩克 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将让全蜜见识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以德服人 比赛开始 对手发起了猛扑半摔 虽然没能成功 但顺势把丹尼带到了龙边 丹尼用一套杂拳快速突围 并一口气把对手击倒在地 丹尼的拳头密如雨点 对手已经被砸得彻底懵逼 经历了久久八十一拳的洗礼 对手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面容 丹尼想要尝试降服 对手凭借着仅存的意识 在地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好不容易回到了战利 又在跌跌撞撞的逃亡中 被丹尼的左手拳再次放倒 这场单方面的吊打 对手已经是毫无还手之力 当丹尼想要回到战利 对手也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但当刚刚起身 却又双腿发软的栽倒在地 丹尼举起了双手 难以置信 对手多次尝试站起 却一次次的摔在地上 丹尼向裁判和场外的观众表示 他站不住了 不要再打了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打下去的必要了 最终裁判及时终止了这场比赛 当对手擦着伤口的时候 丹尼在场内胶着了走来走去 或许此时此刻 他为自己所做了一切 而感到深深的自责 但这就是格斗 丹尼也并没有错 既然踏入到八角铁笼 任何人都会拼尽全力 为了胜利而全力以赴 十多分钟之后 看到对手恢复了神志 丹尼也双手合十 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为对手鼓掌 并且拥抱了对手 还有这么一场比赛 他的结果却充满了争议 我们之前的视频也介绍过 一部分认为 他所做出的决定 是为了对手的安全着想 而另一部分人认为 这是对对手极大的侮辱 既然踏入到八角铁笼 只有一战到底 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穿白色短裤的男人 交道迈克潘唐科 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潘唐科选择了拍地认输 当时所有的观众都感到不解 赛后 潘唐科在采访中回答 你们可以看得出 对手宁可承受更多的击打 他也不会选择放弃比赛 这样打下去 对手肯定会进医院 有人认为 这就是体育精神 对手明显不是自己的对手 为了不让对手受伤 潘唐科选择了放弃比赛 也有人认为 既然走上了一台 这种方式会让对手感到羞辱 如果真的尊重对手 就应该全力以赴了比赛 用击倒的方式结束 这才是给对手最大的体面 关于这场比赛 你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留言区 说一说你的看法 除了综合格斗之外 在拳击了一台的比赛中 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幕 要么您先点个赞 咱们再继续讲讲拳击的故事 时间回到1977年 埃尔南德斯在WBC世界青年赛上 挑战了当时的冠军尼尔森 埃尔南德斯也通过这场比赛 让人们知道了 什么叫做 我想要的东西 我会凭实力去拿 怜悯和赠予来了东西 对不起 我不要 第七回合快要结束时 尼尔森的压哨组合拳 意外击中了南德斯的喉咙 被击中喉咙的南德斯痛苦不堪 一时间说不出话 只能用手来提示裁判 由于对手尼尔森犯规在先 现场的裁判告诉南德斯 他如果不想继续比赛 他将通过取消比赛资格的方式 赢得这场比赛 并获得WBC冠军 前面已经说过 真正的男人想要自己喜欢的东西 都会靠实力去争取 而不是任何人的怜悯和赠予 阿尔南德斯拒绝了停止比赛 此刻他像一个真正的勇士 毅然决然地走向擂台中心 最终双方打满了全场 南德斯也判定了方式获胜 凭实力拿下了当晚的冠军腰带 就连对手尼尔森 也忍不住的为他的鼓掌 这一切也是南德斯应得的 如果在拳击比赛中 因为失误犯规误伤了对手 你会怎么做 如果还没有想到 就一起看看下面的比赛 2005年 闪躲之神奥古斯都 在对战奥利维拉的比赛中 已经是一步步积累出了优势 呃 此奥利维拉非比奥利维拉 注意了啊 都别跳戏 在第八回合的比赛中 奥古斯都打出了后手拳 但由于奥利维拉弯腰闪躲 这一拳不慎打在了对手的后脑 奥利维拉在检查过后 重新回到了拳击了一台 而对手奥古斯都 却深深的陷入到自责当中 接下来的所有时间 他没有再击打对手的头部 而是把攻击目标改为了身体 当他看到对手 还在被后脑所困扰时 奥古斯都先是愣了一秒 原本举起了拳头 也慢慢地收了回去 他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不知所措 更不敢轻易地出手 当裁判感觉到不对劲后 立马暂停了这场比赛 在场衣的检查过后 确定还可以继续参战 就这样奥里维拉回到了擂台 在回合结束时 裁判终止了这场比赛 奥古斯都走了过去 向对手表示着歉意 无论是拳击 还是综合格斗 他们都并不是单单的一面 有血腥残暴的原始一面 就有宁愿站着死 也不愿跪着活了坚持与刚毅 更有武德高尚 克制自己 懂得收起拳头的柔情一面 正是因为格斗的多面性 和擂台瞬息外面的不确定性 才有越来越多的人 逐渐的爱上了这项运动 所以才有了夜魔变形 盖起对夜魔的那份惋惜 有了鹰霸离世 小鹰放下拳套 选择了退役 更有康纳惨痛一败 当年陪她八年的女友 失声痛哭 每一个人 每一场比赛 每一段励志的故事 都是有血有肉的 真实存在 这也是我喜欢格斗的原因 你呢 好了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也欢迎在留言区 聊聊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